终结案的伤患传出好消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27岁的许姓长法男 大家说是英雄的那位 他的左脸有9公分撕裂伤 而且全骨弓有断裂的状况 不过在手术之后 目前回复的还蛮不错的 预估一周后就可以来进行出院了 那甚至长法男的男友 还在网络上发门透露 他已经帮男朋友把这个外套洗干净了 但是因为血味太浓还一度洗到吐 而长法男也非常乐观笑称 这一件是战袍 就算不穿也可以表框当纪念 再来要看到17岁的女性高中生 他是右肩有12公分的伤口 锁骨有小碎片 右胸有10公分的伤口 还有肋骨的第三根也是断裂的 甚至右上背也是有8公分的伤口 他的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他的手术结束之后 检查后是确定发现 肺部其实没有受伤 目前已经拔出呼吸器了 今天中午就会转入普通病房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伤患的伤势 都有逐渐趋稳定好转的现象 那甚至这个许新男子的妈妈 他还到了医院 看到儿子刀刀见骨 让他是心疼到掉泪了 不过他也说 因为他的英勇事迹 我以你为荣 非常的欣慰 那可以看到 两者的伤势其实都不轻 因此之后很可能都会留下疤痕 台中市长卢秀燕就表示了 现在已经有医美集团 愿意分别给两位伤者 20万元的慰问金 如果有需要的话 也将会免费提供医疗美容的服务 来修复伤口 好我们看完了伤者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嫌犯的部分 我们可以回顾到 他事发当下其实洪贤 他对于他犯案的动机 是不断的改口 那他曾经说过 他想自残却没有勇气 那现在也有报道揭露 他的立场其实是挺费死的 而且大法官在上个月 才讨论到了费死议题 那宏南为了要引起社会重视 加上他本身有一些精神的疾病状况不稳 所以就决定要模仿症结案 至于选择台中的原因是删去法 他说因为台北捷运人太多了 加上先前已经有发生过症结案 所以不选择 那高雄呢 他认为是民进党执政的城市 那台中呢 相对来讲捷运的车销比较短 而且搭乘人数比较少 可能比较好下手 再加上他比较没有勇气 他想要寻短 却又想要别人来帮他寻短 所以他选择台中是国民党执政 他认为台中的法官会判他死刑 不过这个是平面媒体初步判定的透露的消息 目前警方都还在持续的侦办当中 动机还在厘清 那给您参考 那再来看到其实呢 当天的时间轴我们带您看到 他先买了刀 接着才去台中嘛 所以他其实在犯案的前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他就已经5月12号左右 他就已经先买好刀了 到五金行 那如果呢 他先买好刀才出发 那很有可能就会构成预谋犯案 那在5月19号 他就从高雄北上了 那他学习从高雄到台南 台南搭高铁到台中 入驻台中的汽车旅馆 5月21号住了两天之后呢 早上10点39分 才退房搭计程车 前往要犯案的这个水安宫捷运站 他甚至呢 还先在这个置物柜 来进行放包包的动作 放包包之后 他还跑到厕所 一口气吞下了八颗镇定成分的药 让他在犯案前心情可以维持平静稳定 那再来5月21号11点20分 才进行了这个随机商人的犯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台中捷运的随机商人案 其实刚好就在台北监运随机商案的10周年 那刑事警察局副局长林幸雄就表示了 现在都有加强训练的远警 而且重要的站所也都有巡逻撤箱 而他也统计 其实大众交通工具随机商人的案件 10年来只发生过7件不是太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在车站的周围地区等等 但是啊 这种随机商人案件是攸关人命的 一件就足以痛心许久 因此啊其实不止终结 高级也加强警戒 台北监运也增加了巡检的次数 每站至少配置一名保全 重点转车站更有精英保全 要来维护旅客安全 让大家安心了 这次立法院朝野为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是频频上演了全武航 那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现在也整理出了民调 大部分民众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18%也就是最多的民众是支持国会改革的 那就是倾向比较支持蓝白的这个想法 那14%呢是认为呢比较倾向民进党的想法 也就是认为法案没有讨论就审查是黑箱 那3%的人呢也呼吁要下降民进党 12%呢认为应该要罢免蓝白尾 而且要解散国会 那再来还有剩下民众哦 像是有一些想法 像是他觉得立法院的打架就是藐视国会 还有酸那个外面3万人的抗议民众的人 甚至还有人是挺意识 要韩国瑜加油 可以看到其实各路民众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看法 不过呢我们如果总结来看的话呢 其实呢挺蓝白的是比较多的 那根据这份民调统计下来 其实大约是有65%的 是比较挺蓝白两党支持国会改革 而且会批评民进党 那至于25%呢 是批评蓝白淫正在民进党的这一边的 那剩下10%呢则是看不惯立院打闹 认为这样子非常幼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平台还进一步分析了 蓝绿白立伟的网络正负声量好感度 那尽管啊三党立委整体的负面声量 其实都是大于正面声量的 但是啊如果真的要比较 国民党立委整体的好感度还是最高 因为有不少网友认为啊 蓝维终于团结了 要来抵抗执政了8年的民进党 为过去8年在立法院被绿营强势碾压出口气 那至于民众党的部分呢 工坊的好感度也几乎都被国民党给吸走了 加上还有不少的中间选民批评 总招黄国昌 违背了过去主张 委员会中心主义 还有程序主义等等 甚至啊还说黄国昌变了 所以招来了不少扶贫 并没有赢过国民党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昨天晚上立法院长韩国瑜决定休会之后呢 下一次再继续来讨论就是礼拜五24号了 不过呢是不是会更加严重呢 前例委郭正亮就指出了 其实啊现在是因为总统赖清德才刚刚就职 才521嘛昨天 所以他说啊等到礼拜五的话 计数审议 大家可能就会忘记就职这件事了 一场又会再开打了 而且呢场外抗议的民众恐怕也是会更多的 不过其实啊网络上也有不同的声音哦 因为像是这次场外哦 有超越了3万人包围立法院 力挺民进党 但是啊网络上却在讨论 为什么这一次没有那种 太阳花学运的那种规模跟感觉呢 贴文一出也引发了不少热议 不少网友都认为啊 这一次的动员比较没有正当性 而且跟国家主权比较没有关系 因此就让人有一种 为反而反的感觉 因此觉得没有跟太阳花学运那么相像 不过啊议题总是见仁见智的 以上就是这节推广内容 这个两周就是端午节了 端午节不外乎就是吃肉粽 另一代或是滑龙粥 不过后面两下有点难 所以我们吃粽子就好了 那您知道现在要买什么粽子吗 如果还在苦恼的人 可以参考新光三夜的热销排行榜 我们可以看到 他第一名是由三位的国宴主厨 联手推出的国宴主厨推荐重礼 而且目前呢是已经热销超过千组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其实内馅都非常的澎湃丰富 都已经堆满出来了 那看到第二名 居然是日本百年民国品牌 神户风月堂的法兰苏 也就是长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法兰苏算是饼干的一种 等于大家在吃粽子吃腻之后 其实也是想换一种口味的 以尽千和销量 稳作伴手礼的第一名 那至于呢第三名呢 是New on Cheese起司夹性饼干 台南更是很夯了 也是话题满满的 那第四名呢是北部人的最爱 因为平常吃不到 里面包含了台南的小吃 还有包子咸粥等等的礼盒 就叫做府城风味饗宴组合 那至于首度登台的本高沙乌法兰苏 也是登上了热销的排行榜 好那除了热销排行榜一到五名之外 如果你想要送礼或是自己吃 但是你想要奢华一点的选择 那不妨考虑一下像是韩社集团的 韩社集团当中啊 被米其林肯定的人气餐厅请客楼 推出了限量的米其林星级麻油海味粽 那里面呢可以看到 它直接包入了一整块的日本松叶蟹 而且有超大支的熬 那还有北海道的鲜干贝 智力鲍鱼 南非顶级的花椒桶等等 那再搭配哦 它麻油酒香的糯米 是更加的齿家流香了 那另外一个 还有六福集团每年都会引发抢购潮的 龙王极品鲍鱼粽 我们可以看到它重磅回归 而且再升级 它直接是用这一个鲍鱼 还有这个龙虾的壳 去包装它的 非常的有特色 非常创新 那鲜活的龙虾呢 Q弹的口感 而且香气呢 会在口中蔓延 绝对是你想要豪华送礼的首选 好我们继续看到除了吃的之外 端午节台采也有加码大乐透 100组的100万奖项 那昨天呢 已经开出了23组 有23位的幸运人拿走了 那等于现在就还有77组 等你来抽哦 5月24号 那另外呢 还有返乡的民众 如果还没有抽到车票 还没有抢到车票的人 一定要注意了 高铁公司啊 在今天宣布 端午节廉价 再加开五班次的列车 也就是在周五 5月24号 凌晨零点起 会来开放购票了 再过两个礼拜 就是端午节 不论是送礼 订车票等等 大家都要赶紧动起来了 请订阅 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